各位朋友 又是落報我不講長時間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重輝 輝哥你好 輝哥剛來一身濕散 這天時很容易病 今集我們講一下熱天怎樣去照顧自己的健康 在中醫的角度 天氣有兩種情況要避免 第一 會受摺身 第二 會有濕 濕濕 天氣又潮濕 濕有很多不好 濕濕濕毒很多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濕不只是熱 它有寒的 即是有寒濕的 不只是濕熱的 就算不是在醫生的學度 不論是中或是西醫 總之熱天肯定是很容易病的 我自己的體驗 最重要是 如果是濕了身體的說話 盡量去換衣服 因為身體濕了之後 你會有水分在皮膚上面 如果一到冷氣的地方 水受冷氣最容易受冷 氣溫突然之間一高一低 這個差距太大了 它又吸你的體溫 所以不要被自己濕了身後 就換不到衣服 或者是不能夠平衡 有廣告是很簡單 但說得很對 外面又熱 裡面又冷 一陣子熱 一陣子冷 這樣就很容易病 其實一個人的適應能力 很有閒人 你看他這麼大隻 可能適應能力 不及一些微菌與昆蟲 所以我自己習慣 在車上會有一件後備的衣服 因為工作關係 我工作環境 某個時間是很熱的 一天一定會一次生 甚至乎多過一次時間全身濕透 所以這件衣服和毛巾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說 要有些預備 配合你自己的生活 如果像阿輝那樣 有開汽車的 可以在汽車上擺定一些需要用的東西 包括剛才說的毛巾 或者一件薄的蜂褲 最簡單就是現在可以 摺上一個小袋子 很小的蜂褲 但另外一件事 又是會令你很容易 就是中暑 就是中暑 我們現在開電單車 開車不會中暑 因為有山風吹來 但是去到一些地方 尤其是塞車 周圍被迫住很緊要 就更大一個頭盔 下面那些地面的熱力 汽車噴出來的廢氣 再加上上面的太陽 曬下來的那些 在這種情況 真的如果有 你不怕麻煩 又不怕所謂不好看的話 真的打算塞車 有個車走不了電單車 你可以脫上頭盔 可以先抹一抹 就可能會為例 不知道 可能會 因為他視作你是駕駛中 駕駛中 就是你可以摸摸頭盔 弄一弄它 如果可以 就這樣 或者可以停在一邊 有時 如果拍攝角的時候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你都快要中暑 我們要為例 或者不要為例 就直接走在一邊 是的 另外 我就勸一些父母 要幫小孩子 要看看 這麼熱的日子 不適宜整天 帶他們無季的出街 因為我們以前 七月 還有下令班 最近即現在沒有下令班 八月 就算以前有下令班 八月是完全不用上學的 因為整年 在澳門來計 最熱的就是八月 澳門 所以我覺得 父母 現在有一些 跟小孩子 報了一些課程 活動 但一定要注意 認真熱的時候 不要帶他們 就這樣出街 還有一些 其實這件事 很簡單 你以為他沒有什麼用的 有用的 譬如你現在穿的衣服 是顏色深淺 原來絕對 絕對跟你 反光反熱 是不是中暑 絕對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 當然穿黑色衣服 很多人都是一個 我們今集不講政治 即是黑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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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光反熱 所以在這方面 又要留意一下 你又帶給我一個想法 有些人 他確實需要擔遮 但不要怕擔遮 不好看 擔遮 有些裡面 有個銀色的面 那個就是防UV的 所以在整個天熱來說 尤其是在我們 雖然現在叫做亞熱帶 但我覺得 我們已經有時 超過了熱帶的溫度 即是我們未必 一定是涼得過泰國 也未必涼得過馬來西亞 這樣 我們比起真正的熱帶 還是差別 非洲那些 那些才是真正的熱帶 另外又說 我們在熱天 如果是有老人家 也要特別照顧剛才說的小孩子 老人家無情百事 不要讓他出街 因為曬一曬 他可能會暈倒 我們有時見 有些的影片 警隊 或者軍隊 受檢驗 檢驗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都會 因為熱 暈低 很多時候見 另外最慘 見到一些小學生 有時在暑假暴躁 其中都有暈低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一個單位 無論那個單位 學校 或者是警局 辦一些活動 都要注意到 大家參加者的健康 我們說來說去 就似乎只是說 行路 做運動 或者一些活動 或者開電單車 那起車呢 又怎樣 起車是不是沒事呢 這樣 很多人 就 古老的人 會說 你在一個熱的地方 千萬不要 一衝 衝進一個很涼的地方 又是會突然之間 反差大 對 你的皮膚張開 在透氣 突然之間 身體的熱氣 還沒排出來 進去冷的地方 皮膚的毛孔 馬上再收縮 裡面的熱氣 就出不了 所以 變成一樣的道理 譬如我們做完 很劇烈的運動 或者浪費得很厲害 上一輛車 當然這輛車還沒開啟 沒有冷氣 你會開窗 反而好一點 如果你是一個乘客 那輛車的冷氣很冷 或者是坐的士 那些 一開一輛的士 或者那輛的士 走了很長的時間 所以那輛冷氣很冷 你進去的時候 有時候會突然之間 這叫做反中暑 還有一天之間 可能又見出猛太陽 同一天 又會有行雷 閃電 下雨 這個月都試過幾次 不是一年四個 一天都有兩次 所以 我也希望提出 喜歡游泳的人 要注意 要看一下天氣報告 飯虛游泳 你看一下天氣報告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在一個公開 露天的地方去游泳 不一定在一間大酒店 有押車頭塞 不一定 不一定 可能是海泳的 就是走去黑沙 要注意到天氣 尤其是雷暴警告 一有雷暴警告 你就不去玩了 否則會觸電 照我自己的觀察 在夏季中暑 或者因為暑而引起的病 都多 都多 所以 當年 我們一年四季 不同的季節 尤其是在季節交界的時候 病特別多 我問輝哥 這件事你是專家 保健 注意些甚麼好 最簡單的 真的喝多點水 最簡單 做些甚麼 可以幫助一下 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 不是經常運動的人 最好 真的天熱要去運動 為甚麼呢 其實當一個人在天熱 如果你住那裏有冷氣 上駕車有冷氣 工作的場所有冷氣 你這個人經常都會在冷氣裏面 你其實裏面 可能有些活動排不出來 那些 甚至有些運動 我覺得健康不夠 他在室內 足夠冷氣 甚至叫做廣寒宮 來玩健身的 這個 他發不出汗 都不是好事 其實一個人 帶氧運動 導致 一度 導致我們出汗 這個對人 整個身體的運作 尤其是 我們的血氧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方面 希望大家 雖然很熱 但是 找些適當的 運動 去出一些汗 就算真的 令到大自然有汗 令到你會出汗 的話 你都頂得住 否則 如果你長期 都是一個冷氣的環境 當中生活 遇到真正 避無可避的鼠 你真的會 但有些東西 我的學識當然不夠 廢哥 但我都可以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在這麼冷的天時 在街上 輕易 就去便利店 買一些很冰凍的冷飲 雪糕 雪條 給小孩子吃 哇 他買出來 一邊走一邊吃 外面就熱了 那個腸胃裏 接近零度 那個冰條是零度 是不是 所以我都可以提醒大家 不過我想問阿輝 那個問題 因為你有常識 就是 飲食方面 喝些什麼湯水 或者吃些什麼 會比較在熱天 適宜大家 其實我最贊成 在天熱 真的用一些瓜類煲湯 比如最常見的節瓜 和冬瓜 冬瓜 可以用一些蓮蓬 燈心軟 藥上會 都賣 一些的 磁石 淮山 這些 既然幾開胃 我童年時候 家裡就流行清補糧 清補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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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實 我覺得 什麼時候喝都可以 但如果只是針對消暑 它有個寶字 就不太對 是不是 你覺得冬瓜好一點 對 剛好我昨天都喝了冬瓜湯 可能我都受了你的感染 就是有些感應 一集講不夠 我們有機會請輝哥 多些跟大家講一下保健的東西 我想很多我們的觀眾朋友都受惠 好嗎 好 多謝輝哥